小朋友一个接着一个 把水果皮倒进童子里 是要做什么呢? 原来是要把吃剩的水果皮 做成生厨羽酵素 台东县101年度的厨羽 汇收量有6700公吨 其中手厨羽 卖售到平东县养猪户 作为饲料之外 其余的生厨羽 则可以做成生厨羽酵素 而生厨羽酵素 可以说是浑身是饱 在农用部分 可作为土壤的养分 也可抑制病虫害的发生 而在家里 也能作为清洁用品之用 除了减少化学制品的使用 也能减少垃圾量 经济又环保 想念这样的一个 环保自然的活动 我们让地球 让我们环境的负担 跟我们人的负担 都可以降低一些 台东达仁乡森永部落 有一片乌乌有机野菜园 这一甲多的土地上 种植了40多种的有机野菜 负责人林章宪文表示 制作生厨羽酵素 不但减少了许多成本 也让自己更认识这块土地 环保局也会把我们的酵素的 所含有的养分成分 去做分析 比如说土改的淡林甲 这个山药素 它们同样的会去做分析 让你知道说 你做的这个酵素 它也会有什么样的成分 对植物股植栽有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说有种农作的 也可以把厨余弄去做有机的肥料 所以有亲戚在做有机的植物 真的可以做肥料 为了响应节能减碳活动 台东县政府在推动 厨余酵素化的工作 希望大家随手动一动 环境负担自然轻 记者弗洛台东市采访报道